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 刀豆炒猪肉 炒五花肉 用刀豆来炒五花肉 那这个刀豆呢 也可以用来炒腊肉 或炒腊肠都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不炒腊肉也不炒腊肠 我们今天炒五花肉 对的好 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个刀豆五花肉 它佐料都有一些什么 好的 那如大家所见 那今天的这个炒菜是非常简单的 那首先就是有刀豆 那刀豆呢 我们已经两头且断掉了 就把这个上面的丝 已经把它取下来了 那这个丝如果不取下来的话 吃起来是很不舒服的 对 这个一定要取下来 好 再来就是五花肉了 五花肉我们切成片了 就是这样的薄片 就这样薄薄的 对 这就可以了 好 那来佐料就是干辣椒还有大蒜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炒法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炒法 有什么新的炒法 不一样炒法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互相讨论 互相学习 那好 那今天的这个炒菜就是这么简单 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那我们的这个刀豆炒五花肉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到了开车的时间 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么小盘 这个五花肉真的是看着金黄金黄 水晶水晶的样子 就是特别诱人 感觉就是那种肥而不腻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尝一下 替大家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感觉五花肉炒出腊肉一样的那种感觉 哇 这个刀豆吃出来是稍微甜的淡淡的甜 然后这个五花肉是刚好是咸的 所以一甜一咸刚好起到一个最佳的口感 而且这个刀豆炒的刚刚好 没有很熟也没有很深 就是中熟 哇 这个赞可以 嗯 这个刀豆哇太赞了 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鲜甜鲜甜的 哇 这个可以 很下饭也很下酒啊 这种吃的真的可以 虽然菜很普通很简单 但是这道菜绝对的赞 嗯 哇 可以 喜欢吃刀豆炒五花肉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啊 其实越简单 有时候炒出来的菜往往就会越好吃 不需要太多的那种配料或什么也是一样 炒出来也是美味的 这就是简单 朴实的美食就对了 好的 那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可以去这样试一下啊 真心不错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啊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呢 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的新作品的话 请记得订阅后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视频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让我知道啊 我看到之后我也会及时回复大家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互相学习 然后互相讨论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Sawarika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